第1342集 九宫弥天镇 武绝成微笑道 小陈宇 你说我能做得到吗 小陈宇脸色紫障 呼呼地喘了两口气 强忍怒气道 前辈神为盖世 当时一人 覆灭区区一个家族 自然是一如反掌的 说得好 我的要求就这么简单 既然如此 我就放心了 诸位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千万莫要自悟才是 老夫就此告辞了 那小丫头啊 其实就是来玩的 你们让他玩的高高兴兴的 岂不就皆大欢喜吗 他名字就叫乐儿 乐儿嘛 自然是要高兴的 身形一起 嗖的一声冲天而去 凌空一个转折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众人这才感觉到 身上诺大的压力 瞬间消失 都是扑得吐了口气 大家都听到了 萧陈宇沉着脸 那个小丫头 任何人也不准动 千万不要自悟 更不要悟了别人 众人只觉得 委屈得死去活来 他娘的 这叫什么事啊 你都告诉让我们 不要自悟了 还让我们该怎么打 就怎么打 还能怎么打呀 他娘的 真是他娘的 谁他娘的 想去动那小丫头了 我们要动的是 他身边的人 那个神盘鬼算 墨天机 现在可到好了 我们去动墨天机 那小丫头 肯定是不让了 要是动了那小丫头 武绝成也是肯定不让的 后果就是整个家族 都要陪进去 但是不动 就看着那个矛头小子 从容指挥不成 而且还居然让我们负责 让他玩的高高兴兴的 岂不就皆打欢喜 我呸 这句话您怎么说的出口啊 我们这些人不死绝了 您的徒弟能高高兴兴的 要想让他玩的高高兴兴 那我们集体自杀好了 名字叫乐儿就应该高兴啊 那老夫改个名字 叫杀绝天下 岂不要真的杀绝天下 历来打仗 就没有打得这么憋屈的 叶逍遥道 萧前辈说得对 大家千万不要自误 谁爱动谁动 反正我们叶家不动 众人纷纷翻白眼 你老老蛋 萧陈宇怒骂一声 掉头回转 众人垂头丧气 只觉得心中如同吃了大便一般的难受 刚才那如虹的气势 高昂的战役 居然被生生的打落一半 相反 对面的气势 却山湖海啸 喊沙之声惊天动地 所有人的血液 尽都沸腾起来 这一刻 即将生死决战的双方 反而都沉静下来 第五清柔 眼望着面前一马平川的辽阔平原 真心的有些不解 在这样平坦的地势上 墨天机到底凭着什么 可以有如此的自信 有如此的把握 与自己周旋呢 双方交战的主场地 乃是一处四面环山 唯有中心地带 异常辽阔空旷 宛如一个平原 这就有些奇怪了 在这样的场地发生的战斗 向来只适合于正面冲锋 并不适用任何的计谋布局 就算再精妙的临场发挥 在这样一览无疑的大平原上 也会丧失掉绝大部分的机会 因为无论你做出任何的改变 在这种近乎全无遮掩的环境之下 对方必然会在第一时间看到 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只要不出现根本性的判断失误 绝不会影响极定的战果 而以地物轻柔的智慧 更绝对不可能出现根本性判断失误 也就是说 墨天机选择在这里决战 等于是将自己固定在了几乎必然战败的位置上 双方真实实力相差的如此悬熟 还要选择正面对阵 不考虑利用地势优势做文章 如此做法 岂不令人费解啊 墨天机可不像是自杀的人呢 平原再往北 乃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那里才是地物轻柔原本预测之中的最终决战地点 但是墨天机却改掉了 为什么呢 复杂多变的地形 作为地主的利家 拥有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 岂非能够更好地发挥实力 如此借势而为 可敌至胜才是兵家正道 不仅仅第五轻柔 就连楚阳谭谭等人 也都将目光定在了这里 可是墨天机却主动地将场地往前移动了一千里 如此地理优势荡然无存 真实实力远远不及的利家失去地理 实力更显薄弱 墨天机究竟要搞什么呢 萧陈宇等人赶了回来 跟第五轻柔说了武决城出现搅局的事情 这等足以干扰最终战果的消息 自然要在第一时间告知决战的主导者 但是让众人不解的是 第五轻柔竟然不怒烦喜 在这样的绝对优势之下 若是还要借助斩首行动刺杀墨天机 扰乱军心 打掉利家最后一点信心来源 那就是在明摆着欺负人了 两军交战 虽然本就无所不用其极 第五轻柔面对任何人 都有可能采取斩首行动的手段 就算是面对楚阳这个九节建筑 只要有需要 他仍旧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斩首行动 先摧毁指挥中枢 毁掉敌人的信心支柱 但是对墨天机 无论有没有办法 他都绝对不情愿采用这种手段 战场上卑鄙无耻都可以 但是指挥中枢不能动 因为墨天机与第五轻柔一样 是用脑袋作战的存在 他们之间的战争 就只是智者之间的征战 他们对敌靠的就只有 自身的聪明才智而已 若是不能给墨天机一个相对的公平 单纯使用最强大的武力碾压 绝杀一个智者 第五轻柔自己都会觉得胜之不武 全然没有哪怕一点的成就感 甚至会因此产生心魔 隐隐地感觉到自己是怕输给墨天机 才会采用这种绝不该采用的纯暴力手段 所以他之前对这种战略计划 一直不表示赞同 如果不是众多家主一味坚持 第五轻柔早已彻底否决这个提案 现在刚好有了武决城的干预 正好可以让墨天机借题发挥 而这却也正合了第五轻柔心头所愿 所以对于这个不利的变数 第五轻柔没有丝毫反感 心底里甚至很有些感激武决城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在w.cxp8.com 墨天机为什么要将决战地点选在那里呢 墨泪尔很是一斗满腹 刚才两人见到没有动静 也溜下钱去看了看 现在是刚刚回来 他们所埋伏的地点 由于墨天机改变了计划 变得距离战场有些遥不可及 墨泪尔身为黑魔最后 却也是最强的船人 对于战阵厮杀自然是大有研究 顶尖杀手对地理环境最是敏感 对于墨天机的选择却是不明所以 他是真心的不明白 墨天机到底出于何种考量 而放弃了与自己有利的最好的决战地点 天时地利人和 这可是亘古以来战阵决胜的必要因素 天时为双方意定 无可争议 至于人和 抛开综合战力不算 双方的决策者都是拥有最高权限 另行禁止 无人违逆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双方也大抵是旗鼓相当 可地利 几乎是墨天机 利家这边唯一占据些许优势的地方 墨天机却在决战的关头反其道而行 放弃了自身优势所在 如何不令人疑惑 楚阳也不是对此没有疑惑 他也很是有些仗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阵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难道是要摆阵 不过就算摆阵 第五轻柔也不是不懂啊 面对优势兵力 就算再玄妙的阵法 怕是也无济于事吧 墨青武轻轻笑道 我劝你们呀 还是别费那个脑筋了 要是你们能猜到我二哥的意图 只怕是第五轻柔也早就猜到了 你们放心就是了 我二哥办事情从来都是不肯吃亏的 他既然这么布置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们好好看他表演就是了 楚阳赞同的点头 对 小五说的对 正因为连咱们都看不懂 所以第五轻柔肯定也看不明白 不懂归不懂 我却预感到这次第五轻柔 一定会吃个大亏 墨天机就是这么拧坏拧坏的 墨青武顿时不快 我二哥怎么就拧坏拧坏了 他不就是喜欢故作神秘 让人看不懂吗 那也不至于说他拧坏拧坏的吧 楚阳见到墨青武 罕见得没有附和自己 闲着脸笑道 小五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的对 女人还是需要哄的嘛 心中想到 随着前世今生误会的解开 看来墨天机的地位 有提升的迹象 这可不行啊 得尽快打样 墨青武道 不过二哥有时候 也的确挺讨厌的 好比说每次他算计得逞了 看到他脸上得意的笑 我就想掉头而走 楚阳不由得恶然 得意的笑 啥得意的笑啊 天机他有那种得意的笑吗 我怎么都没留意到呢 墨青武一撇嘴 那时你少见多怪了 每当他脸上露出了神秘莫测 胸有成竹这样的笑容的时候 就是他心中最得意的时候 每次将人耍得团团转 他就会那么笑 特别能装 在别人眼中 也是运筹帷幄 大有风度 但只有我才知道 那时候他心底里早就是心花怒放 没开眼笑 得意忘形了 楚阳一脸的汗水 我顶多就是说他捏坏捏坏的 你还不高兴呢 可你自己都说的啥了 不过 始终是知兄莫柔妹 墨青武前世记忆复苏 加上金兄的印象 对墨天机的分析 可以说是专家级别的 环顾当事 墨有七匹 分析别人 或许不会那么透彻 但是分析墨天机嘛 却是如探囊取物一般的简单 精确无比 一代九节智囊 绝世军师 在这个世上 唯一能够克制他的人 就是他的妹妹 这件事情 怎么说都透着些滑稽 又或者说 应该是一物降一物 莫大智囊的最大可星 无他 为莫是轻无耳 太阳不管悲欢离合 一如往日一般的升起 为这片交战的大地 添加了多少 瑰丽奇幻的光彩 数十万年 从未在这片西北大地露面 今日却是阳光普照 营造出的美丽景色 甚是迷人 足以让任何人 都为之目眩神迷 不知是否天地 也欲为这场浩大的斗争见证 一团雪雾 漠然生腾 生腾在半空 竟然就那么不高不低的飘荡着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变换成了七彩光红 而且还在不断的变换着形状 色泽 层次 时尔如同一道彩虹横管天地 时尔成为无数奔马 飞腾天雀 时尔又幻化成了亭台楼阁 变化万端 所有见此奇景之人 都不禁有些心荡神弛 这一刻 仿佛所有人都不是来此战斗 而是观景旅游一般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在宁神观看这万年难得一见的奇景的时候 墨天机淡然说道 李前辈 九宫弥迁绝神阵 立即开始布阵 李春波点点头 手一挥 下面数人立即动作 随后旗帜飞舞 一阵摇动 八千人的队伍立刻集结 墨天机温文的声音在空中飘荡响起 第五兄 真局已开 你可敢来破 第1342集 到此结束 欢迎